歡迎收看收聽的是燦爛時光 我是節目主持人廣鐘翔 在燦爛時光會客室這個單元 是由公視新聞議題中心PNN 還有公民行動已經記錄資料庫 以及燦爛時光節目聯合 自播的一個視訊跟音訊的這個節目 我們希望透過這個節目 能夠去了解社會議題 或社會運動背後一些更重要的面向 特別是在一個制度上面的面向 來去跟大家做進一步的分析 我們不希望我們的討論 只有局限在一個外在的這種 所謂熱鬧或是衝突的這樣的一個角度 今天節目要來跟大家談一個 在暑假非常重要的一個議題 在暑假時候很多的科系 包括像傳播科系 或者是像醫療 社福科系 甚至包括工科 他們都會有很多的實習的課程 而這實習課程其實大部分都會要求學生 能夠去做所謂的校外實習 也就是把學生送到這個學校以外的 這些公司行號或是其他的工作場所來進行實習 其實最近這個實習的問題一直很夯 因為特別是所謂的實習生 是不是能夠領薪 實習生是不是會收到剝削的問題 這種苦勞網 還有包括前一陣的高教工會的一些行動之後 越來越多人來關切這樣的一個議題 當然每個人的看法都不太一樣 今天節目當中要來跟大家邀請到的是 高教工會的辦公室主任 陳蘇寒 一起來跟我們談這個議題 蘇寒你好 中翔好還有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們知道在暑假時候 其實有很多的學校都開始有所謂 除了放暑假之外就是所謂的實習 包括我們傳播科系也是如此 那我不曉得可不可以跟我們講一下 為什麼在很多的大學 他們開始是要去做這種所謂的實習的制度 是在大學裡面 這個學校能夠提供的資源其實是有限的嗎 還是說在學校外面 他可以學到的東西是更多的 我想就是其實剛剛中翔也有提到說 暑假來了所以可能非常多科系現在開始要實習 但其實實習這個問題現在在大學裡面 它的擴張性已經不僅止於暑假期間 就是其實像學生要實習的時數已經是越來越長 因為像之前其實高教工會我們接觸的一個案例 就是高一大口腔衛生系的實習生 他其實實習的時間已經是長達一年的期間 我們常常都聽到說實習就是你可以進入職場 然後你可能能夠促進就是 學校跟就是你學生畢業之後 然後你進入職場 你可以提早進入那個工作現場 然後你可以有一些學習 那我想其實我們可以看到說大學現在越來越多 有這種所謂的以學習之名 然後希望學生進入職場 但是我們卻看到說這往往都是一個沒有薪資 甚至是沒有受到勞動法定保障 那我覺得這樣的問題其實是非常嚴重的 那我們其實知道說 每一個學生本來畢業之後他進入職場 我今天從事一份新的工作 本來就有他的學習的存在 就是我即便我今天進入高教工會工作 我一定也是在這個工作當中有獲得有學習 那每一份工作本來就有學習 所以我認為學習跟他是不是就是在勞動 他是不是就是不能受到勞動的法定相關保障 我覺得這是應該要分開談的 那我們很不希望看到說 因為學習他變成跟法定脫鉤之後 導致說現在非常多的企業 他反而變得因為有大量的實習生 特別是跟課程結合 因為實習課越來越是必修課程 他不是選修課程 那等於是學生作為實習生去工作現場工作 他反而可能比一般的勞動力來得更穩定 他不但廉價他甚至穩定 他為了要能夠畢業獲得這個必修的學分 那我們可以看到說 這樣其實是會蠻嚴重的 也去排擠到說一般的正職工作 那企業也會越來越喜歡大量的使用這樣的實習生 他變成已經不是 不只是一種跟課程結合的學習 也不只是企業做來篩選說 是什麼樣子的人適合進來這個公司工作 他變成真的就是一個大量廉價的勞動 所以這其實如果蘇寒談到這邊 這個實習的概念 他絕對不是只有在寒假或是暑假 其實包括很多在課程上面 甚至他們直接就是很多的技職學校 或者所謂的建教合作 就直接是在工廠裡面工作 這待會我們可以再繼續的 來做這方面的討論了 可是我想要回到一個更根本的問題 這個實習的狀況似乎是越來越多 那這個越來越多 會不會跟整個大學開始走向比較 所謂的技術化 或者所謂的市場化的整個趨勢 是有很大的關係 因為如果大學是一個純粹的知識的 培養的場所 那他其實就是在知識裡面的學習 去追求就夠了 可是恐怕顯然不是 因為很多的所謂的學習 被認為是跟食物必須要有關係 而這食物通常也跟就業市場 是有很大的關聯 那是不是整個大學的轉向 使得這個實習的問題 它有越來越多 或是越來越嚴重呢 我想確實就如同你剛剛提到 我覺得實習它不這麼單純的 只是一個說 希望學生到工作現場去學習 這麼單純的用意 那我們可以看到其實實習背後 它有非常多複雜的社會因素 所產生的 一個當然是剛剛你提到說 現在我們的大學教育 越來越資訊化 就是包括說教育部在針對 記者院校進行的一些學校的評鑑 可能也都會希望說 你的教學內容必須要很直接的 跟就業是要有密切的扣連 然後他甚至會去看說 你學生畢業之後 進入職場的那個 媒合度高不高來作為評鑑分數 來作為他是不是要給這間學校 獎補助款的一個這樣重要的依據 那在教育部有意的想要推動這樣子 讓大學教育變成是資訊化 的這種情況之下 當然就也會促使學校 他會去推動更多的這種 不管是實習啊 或者是產學合作 這樣子跟企業 其實他的利潤率是不斷的下滑 所以其實對資本家來講 他當然會需要的就是 當他的利潤率下滑的時候 他會需要 讓他的人事成本是更加的緊縮 他希望能夠有更便宜的勞動力 可以使用 然後這也會跟說 我們現在可能在經濟危機的情況之下 可能青年失業率不斷的攀升 那政府為了想要能夠撇清說 這個失業率不是他的 他希望能夠撇清國家的責任 那他就希望你的錢 他就推動一些這種 讓青年無心進入企業的工作 然後在數字上面 甚至失業率可能會下滑 然後之後如果他真的進入職場 他無法進入職場 而失業的話 他還可以說 這個是你個人不夠努力啊 你有非常多的實習工作 你還不夠 他把原本應該是整體性的 應該一個國家經濟性的問題 他把它轉化成說是你個人 必須要透過個人的競爭 你從唸大學的時候 你就要開始為你未來要進入職場 去做競爭 那我覺得這是非常多 複合的這樣的社會因素 扣連起來 導致說現在的實習 在大學裡面是非常盛行 所以他其實不是一個單純的說 我能不能學到東西 或者是我讓學生早一點 在職場到業界裡面 去做一些學習 因為當然畢竟有很多的工作 他跟實務是必須是扣連 扣合在一起的 不過他背後可能更大的一個問題 就是到底這個國家的政策制度 或是大學教育的發展的面向是什麼 當然這個是一個更大的一個結構性的問題 可是這樣一個結構性的問題 他其實是影響到作用到 每一個在實習的人的身上 所以其實當他去學校 在學校上完課之後 其實他是一個比較單純的 可是到職場實習的時候 他就面臨到一個非常複雜的狀態 那複雜的狀態包括他的這個勞資關係 包括他跟同儕之間的關係 那在過去的這個 所謂的實習的經驗當中 一般的學生到實習的場合 他們會通常遇到的這種狀況 遇到什麼樣的狀態是比較普遍 而且是一種顯著的呢 我想其實最關鍵的就是在於 是實際上我們也一直在強調 今天不論他是以實習之名 或者是以學習之名 或者各種名稱 他一旦其實在法律上面 他只要跟他的這個受雇的單位 其實是有重屬性 不管是他在人格上面的重屬性 他需要受到他的上司的一些指揮命令 在這種情況之下 原本在法律上面 他跟雇主之間就是存續了這樣的一個雇佣關係 那如果這樣的雇佣關係存在 實際上雇主就必須要負擔非常多 在勞動法令上面 應該要負擔的雇主責任 但是因為實習生呢 他在教育部有意的要將他們以學習之名 而去除了他們 是作為勞動力這樣子的一個實質的行為 導致說他們一來最直接的當然就是 我們聽到非常多都是無心實習 今天我如果作為一個勞工 我進入企業 當然最基本的就是要有基本工資 那他們通常往往不但沒有基本工資甚至是零工資 那二來是說 還包括許多勞基法的保障啊 像是不能超時工作啦 如果加班 應該要有加班費啦 應該要國定假日啊 補休啊 勞保勞退金等等的 其實這些在實習生上面是完全無法獲得這樣子的勞動保障 所以在這樣沒有辦法獲得到勞動保障的狀況之下 是不是也產生過一些糾紛 對 當然就是我們剛剛提到說就是 其實我們在今年五月的時候才到教育部 就是高一大有一批就是口腔衛生系的學生來跟我們反映說 他們其實的實習期間真的非常長 是高達一年的期間 那他其實已經是全職的實習生 因為他一週要做到40個小時 我們知道台灣現在其實公實也才雙做84 所以他的公實其實已經幾乎是達到一個全職的工作人員 那他從事的工作呢 他其實就是在高一大附屬的三間醫院裡面 牙科部當任牙醫住的工作 那他其實就是完完全全的對於高一大來講 就是一個完全的勞動力 那他們也說因為有這樣子 每年高一大有這樣一批的實習生 可以到牙醫部門去工作 導致說他們這個部門 現在是完全不用聘僱任何的牙醫住 換句話說他取代掉了 原本應該是要到一般的勞力市場上去聘務的正職的勞工 但他因為現在有源源不絕的實習生可以使用 所以他甚至導致說一般正職的勞工 他想要找缺的手法找不到 因為對於這些雇主來講 他有無心的實習生可以使用 那在這個過程裡面 其實我記得這些高一大來的學生 也曾經提出過一些說法 他說在這個所謂的實習的期間 包括他們要做的工作是收拾髒盤子 清洗器械 或是接待病人 或是所謂的約診的這樣的一些工作 那他們覺得說這些工作 其實跟專業是沒有太大的關係 可是如果從一個工作的角度來講 例如說我們很多時候 到一些比較屬於技能性的工作當中 有很多所謂的末會知識 有很多所謂的待人接物 有很多他必須從基層幹起的這些工作 我們今天先撇開那個所謂的薪資 或是保險的問題不談 我們待會再繼續談這個部分 那做這些事情有什麼不妥嗎 他不就是一個在任何一個醫生 或是護士 或是在這個產業裡面 或是在這個工作裡面 他本來就應該要懂的事情 為什麼他不能夠要求他們去做這些事呢 其實當然不是說做這些事情有什麼不妥 其實這些學生他們也一再強調說 今天不是說他們嫌他們正在做的這些工作 不夠專業 然後他們作為口腔衛生系的學生 不應該去做這些事情 而是在於說 因為教育部不斷地一再宣稱說 這是跟他們的知識有直接相關 然後他們去呢是去受訓練的 是去學習 以此想要撇清掉說 他們是受固的這個事實 那他們才需要去強調說 沒有其實他在執行的所有的這些工作呢 就是一般牙醫助理 當你今天牙醫部門要去聘雇一個牙醫助理 是要付他薪資的這種牙醫助理 他在做的工作內容 就是我現在正在做的工作內容 所以他比較想要強調的反而是說 我在我實際上就是提供了一個完全的勞動力 我在做的工作就是一般職場上 一個牙醫助理正在做的工作 那因為這樣子來看我們就可以知道說 教育部想要以學習之名 來撇清他們的雇佣事實 其實是一個非常方便的現象 這個其實是一個特別需要我們去關注的議題 就是美其民是一個實習 可是他做的其實是常常是一個 所謂的正職或者是一個 甚至比正職還要多的一種工作 那剛剛特別談到在一個背後結構性上面的問題是說 他是不是跟整個政府 他要去所謂的降低失業率是有關 那其實我們在過去也知道一個概念 就是常常大學會變成是 所謂的企業老闆的這個預備軍 那怎麼去看這個所謂的大學的 這個學習的關係 或是在職場上面應該要做的事情 我們待會休息一下 我們再回過頭來請教舒涵 就是說在這個工作上面 學校要付什麼樣的 實習的過程當中學校應該要做什麼 或是說在國家的這個勞動法律上面 應該怎麼樣去保障實習生 那當然老闆會有他自己的看法 我們待會先休息一會再回過來跟舒涵一起討論 我們待會我就回到 歡迎回到燦爛時光惠客室 我是節目主持人管中翔 燦爛時光惠客室是由公視新聞議題中心 PNN燦爛時光節目 以及公民行動影音紀錄資料庫 聯合直播的視訊跟音訊的節目 我們在每個禮拜天的晚上 在公視新聞議題中心PNN的網路上面會直播 禮拜天晚上9點半 然後之後會在公民行動影音紀錄資料庫 以及燦爛時光的網路上面也會來播出 今天節目當中要來跟大家談到一個 最近其實在學界或是在食物界 非常康的一個議題 就是大學生的實習 可是大學生的實習 他所面臨到所要去的這個場合 或是他的工作的時間 其實有些並不是只有在暑假 或是在寒假 他可能是在一整個學期 一整個學年 他都在做這樣的一個實習的工作 今天節目當中跟大家邀請到的是 高等教育產業工會的辦公室主任 陳舒涵一起來跟我們聊天 舒涵你好 我們剛才談到這個實習 其實他背後有一個更大的結構性的因素 就是包括大學本身的定位 或者是說整個國家的這種 所謂的勞動力市場的 這種所謂的分配的一個問題 那不過我想回到一個 在更小的一個實務面的角度來看 說實在的 其實我自己以前也在一些NGO裡面工作 常常我們也會覺得說 有實習生來這邊 好像是來幫助我們來去解決一些事情 可是有時候實習生來 其實我想很多包括我們自己的 像傳播的 傳業裡面的一些朋友 都會這種感覺是 其實蠻麻煩的 就是來這邊我還要教他對不對 然後教他他還要不會 然後有時候這些工作態度其實也蠻差的 還來不來的 然後我還要付他薪水 就是還有人覺得我們應該要付他薪水 可是他們為什麼不付我薪水 因為我在教他 那這個關係其實有點複雜 那對從未業者的角度來講 或是說代實習生的這個單位來講 他說不定某種也是一種困擾 確實我們其實也是有聽到 就是像這樣子的說法 但是我想是這樣子 就是我們今天即便是作為一個大學畢業生 一個社會新鮮人 他進入任何一個職場 或進入任何一份工作 其實在進入他能夠成為一個熟練工之前 其實本來就一定是有那樣子的一段 需要磨合或者是受訓期間的這樣的一段時間 那其實這樣子的受訓期間 到底是不是應該要擠薪 這在其實在勞基法裡面是有相關規範的 就是其實勞基法是明文有規定說 勞工就是如果進入了一個工作現場 那他的這個受訓期間 是雇主是必須要擠薪薪資 因為我們認為說今天你要能夠訓練出一個成熟熟練工 可以就是供你未來使用的 不只是國家應該要承擔的責任 因為畢竟未來獲利的其實是雇主嘛 所以你原本就是要對於你的這樣子的勞動力 應該是也要負擔一定的訓練成本 所以其實這樣子去想的話 我覺得實習生跟這個概念是有一點相近的 那當然我們也會聽到有一種說法是說 那像有一些是非營利組織部門 那可能他們不是經費這麼夠 那如果還要來負擔實習生 那實習生可能又不是一個 對他們來講 可能不是那麼完整能夠使用的勞動力 那他如果還要付錢做這件事 他是不是乾脆就沒有辦法提供這樣的實習機會 對學生來講 他是不是就失去了學習的機會 那我覺得我們必須分開來看 當然我們看到有非常多就是 所謂的這種大型企業 是比較劣質的在使用實習生 他其實確實純粹就是抱著 完全的要使用廉價的勞動力 來跟這種實習制度做媒合 那如果是說涉及到說有一些非營利組織 那他可能在經費上面有些困難 但又希望能夠提供說這些學生 還有一個學習的機會 我覺得這個時候就會是 國家跟校方的一個蠻重要的責任 如果你希望的說 你學生是能夠到這樣子的勞動現場 去有所學習 但是我們也知道說 其實學生現在不但學費負擔越來越重 那生活消費也是越來越重 如果我們希望說這一些學生在畢業之後 能夠從事對於社會改革 對於社會有意義這樣子的一份工作 為什麼這樣子的一個成本 不能夠是由比如說雇主 就是NGO團體 那以及國家還有校方 我們三方共同來承擔這樣子的一個文化成本 那如果現在這樣的 就是大家都不願意承擔責任的情況 反而就是這樣子的成本 是完全的轉嫁到這一些學生身上 那我們如何能夠期待說 學生在扛復著這樣重大的 經濟壓力的情況之下 他因為卻又有可能在大學畢業之後 有心要從事社會改革 我覺得這會是有點矛盾的 所以我覺得在這方面 我們其實可以切割開來看 那對於那些原本就是有 龐大盈餘 龐大獲利的這種企業 我想他要來負擔這種全額的人事成本 我覺得對他來講本來就不是困難 那他本來就是希望透過實習的制度 來剝削這些勞工 我想在這方面是 我們應該是要監督到的 這讓我想起來 這個世新大學社發所 他其實我知道之前 我不知道現在是不是一樣 就是他們其實在 學生到一些NGO去實習的時候 他們是有付給這個NGO團體 這個實習費用的 其實有點像剛剛舒緩提到的這些概念 不過舒緩也剛剛談到說 是一個大型企業 所以他必須要去做這個所謂全額的負擔 可是會有一種狀況 這種狀況其實是寒暑假實習 剛剛提到說 實習其實就是一種所謂的員工的培訓 可是說實在的 你寒暑假來 那你寒暑假你就來一個月 一個月之後你就走了 我沒有在培養我的員工 你今天來 然後我就其實就是在讓你來學習 我是付出 那我沒有在培養我的員工 那我還要 你可能就走了 我為什麼還要付你這樣一個實習的費用呢 其實我原本就不認為 所謂的這種 大型企業 他們在使用實習生的情況之下 是真的有心在培養這些學生 或者在訓練這些學生 我只是說如果面對說 有那樣的說辭說 我為什麼要去承擔這種 訓練人士成本的費用 那我要說的是 你本來就應該要承擔 因為你本來就是在勞固關係當中破例的 因為對於受護者來講 我只有拿到薪資 但薪資以外 所有的利潤 都是你資方拿走的 所以訓練人士成本 我會認為本來就是資方要負擔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 實際上在台灣 現在非常多的企業 他在使用實習生 他根本也不是在訓練實習生 就是我突然想到說 就是我自己之前 有認識一個朋友 他在公關公司工作 那我看到說 其實公關公司的員工 真的是工作壓力都非常大 他們工作量是非常的 就是真的負擔很重的 那我那時候在跟他聊天的時候 就說那你們怎麼沒有想說 工作量真的是太大 應該要再多聘僱一些員工 來承擔這些工作量 否則你們每一天都必須要 在公司待到三更半年這樣子 那他就說沒關係 因為暑假快到了 快要比實習生進來了 所以我覺得 其實從這樣的對話 我們可以很明白的看得出來說 對這些企業來講 實習生就是勞動力 只是它是廉價的勞動力 那反而可以導致說 資方它就減少聘僱人力 其實這對於原本 待在那個公司的職員來說 也不是一件好事啊 因為在這種情況之下 導致部主不願意去聘用更多的人 然後不斷地在仰賴的 這種寒暑假 甚至未來可能是長達一年的實習生 我想這個是對所有的受僱者 對所有的勞工來講 就是一個不好的事情 這的確是一個還蠻嚴重 而且是一個很有趣的問題 當然我們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把每一種實習的方式 是一概而論 他必須一個一個來分開來 做不同的討論跟檢視 那不過即使我們不把每個單位 每個實習的狀態一概而論 我覺得必須要回到有兩個層面的問題 要繼續談一個是政府他到底應該要做什麼 另外一個是學校 我覺得說學校把一個學生送到這個實習單位 基本上來講他經常有的狀況就是 我放到那邊去然後放牛吃草 然後他可能一年之後也不管 或是一個月之內其實也從來沒有去訪視 或甚至也不去跟學生去聊聊天 到底他在這個過程當中學到了什麼 所以你可能他自我發展 或是讓他也很好得到的學習 甚至他也可能是一種自生自滅 學校應該要做些什麼 在教育的角度來講 在教育的面向 在教育的準備 或者是在所謂的一些 跟這些業者之間的關係上面 你覺得學校他應該要做什麼樣的事情 我想就是其實確實就如同你剛剛提到 現在就是學校真的所謂這種實習制度 真的就是把實習生丟到各個單位去之後 原則上之後各種的輔導 我們其實是非常少看到的 那甚至像我們之前說那個高一大的學生 他們想要遇到這樣子的問題 覺得說他們完全都無心的在勞動 然後真的在從事一般亞裔助理的工作 他們覺得想要向學校反應 想向學校申訴 卻是完全申訴你們 因為他們跟學校不管 如何的盡情溝通 學校就跟他說沒辦法 這就是學習 然後沒辦法 你要畢業就是要拿到這個學分 所以算是真的是完全求助你們 那我們當然一方面是覺得說 學校如果你今天要有這樣子的一個實習制度的話 你當然就是要對於你的學生在各種勞動現場 他的勞動處境 我們甚至認為學校應該是要主動關心 主動去就是去支持說學生如果他在等他的工作現場 有遇到任何的困難 他反而應該是要去支持這些學生 要能夠去爭取屬於他的權利 他不應該作為一個反而是跟企業主聯合起來 希望能夠壓制學生表達他們聲音的這樣子的一個力量 那國家的部分 當然我們一直強調就是說教育部現在放任說 實習能夠是沒有薪資 實習能夠不受到勞動法令的保障 我們覺得這是絕對是違法也是錯誤的啦 所以我想站在政府的立場 我們當然是認為說你應該要讓實習生 他只要在法令的就是我們去設定說 他確實就是有作為一個雇傭關係存在的話 政府當然應該就是要落實對於實習生的各種勞動法令的保障 那二來是說我們看到說現在非常多的實習生 他即便全年在實習 他都還是要負擔幾乎全額的學費 那這是教育部允許甚至呢是開放學校 能夠讓學校不但就學生在實習期間 其實學生根本沒有在學校獲得任何的學習資源 但是學校還是可以拿全額的學費 跟五分之四的雜費 我覺得這樣的收費是完全不合理的啦 就是學生不但沒有薪水 然後他已經到勞動現場去工作了 結果他還要負擔這麼高額的學雜費 所以我想免學雜費是 我們也認為是應該要推動的 那他在學校有休息幾學分 他就是應該負擔那個學分費就好 對的確這個所謂的一個整體的制度 包括這個算不算實習 這個政府他其實不應該去違法 那學校是不是應該去收這個學雜費 我覺得這個其實也是一個非常值得 我們要特別去關注的問題 那再回到剛剛談到這個校方的立場 我覺得其實除了這個放牛吃草 這個問題之外很嚴重 那另外一個其實更應該要去關切 就是我們常說這個商場如戰場 那職場其實也是戰場 那在這個戰場的過程當中 其實你會面臨到各式各樣的人 那特別是所謂的勞固關係 那很多的學生到這個實習場合的時候 他其實完全不知道這個 可能會面臨到什麼樣的勞固的關係 甚至他也不知道有什麼樣的 這個所謂的權益的受損 那一般來講學校也不會告訴他說 你有什麼樣的勞動條件 勞動法令 你應該去了解的部分 所以他就被直接丟到這個職場當中 那當然我們現在要短時間 要求學校去做這件事情 其實很困難的 我本來想說還可不可以 給我們的觀眾朋友 聽眾朋友 有沒有什麼樣的建議 就是如果你在實習期間 遇到了這些不當的對待 遇到了這些不合理的這種狀況的時候 作為一個學生他可以怎麼辦 是我想一來是其實剛剛就是 你確實有提到說 其實到底學生他進入職場 會遇到什麼樣子 不論是在法律上 或者在實際運作上 他遇到一些困難 那其實我們都認為 校房應該是要負起 就是教育這些學生的責任 所以事實上我們也很希望說 特別說像是我們工會 或者各個工會團體 或勞工團體 其實我們是希望 能夠進入校園內 其實最好的方法是 就有這樣子的一個 勞動教育的課程 能夠直接跟學生面對面 看似 如果實習我們希望他是 是真的是讓這些學生學習 甚至是對他們有保障的 我覺得最關鍵是在於 學生作為勞動者 他的勞動意識是否有 透過就是比如說 我們能夠跟他們接觸 我們能夠跟他講說 有哪些是你的權利 你應該注意 那當唯有就是學生 自己有這樣子的勞動意識的時候 我們最希望的就是 他在勞動現場 他能夠有屬於他自己的組織 他不論是加入工會也好 沒有辦法到籌組工會 他甚至是有一定的人數 其實透過集體行動的力量 透過團結 我們才有可能 不論是像教育不施壓 或者是說像企業或校方 能夠有一個這樣子 協商的過程 所以我想最關鍵的 還是在於說 當然我們認為實習生 他就是應該要施勞工 所以如果實習生 他在勞動現場有遭遇到 他覺得 比如說違反一些勞動法定 他覺得不合理的 那我覺得 最關鍵的就是 他要能夠先團結 在其他勞動現場的工作同仁 不論是實習生 或者是正職的員工 我們也認為是應該 要能夠先一起團結 那再來就是 我認為就是 比如說他們可以來 跟高校公會聯繫 或者是跟一些勞動團體聯繫 那我覺得還是要透過 實際的具體的行動 那才有可能去改變 現在實習 遭到扭曲的這個現象 的確我想實習 如果要實習就完真的 完真的就是包括 不是讓他們在職場上面 面臨到各式各樣的問題 或是學到各式各樣的技能 完真的 我的意思是指說 學校就應該要真的告訴學生們 當你在面臨到 這些不當對待的時候 你可以怎麼辦 那你有沒有什麼相關的勞動 基本的嘗試 法令的基本的認識 那你該怎麼樣去回應 這個所謂的不當的勞動條件 我覺得這個才是真正的實習 實習不是說我們只是學技能 而是要真的如何在這種工作現場 他能夠活下來 然後去面臨到各式各樣 不公平的不對的對待 然後可以透過一些集體的方式 或者透過法令的方式 來做自我的糾跡 或者是一種反抗 那今天非常謝謝蘇寒 來接受我們的訪問 讓我們能夠從一個 這個個體的這種所謂實習 回到一個大的 這種所謂制度上面的面向 來看其實這個跟整個國家的 這個所謂的教育政策 或是大學的定位 或是整個的這個產業政策 其實都有很大的關聯性 今天非常謝謝高教工會的 辦公室主任陳書寒 來接受我們一些 謝謝蘇寒 我們下禮拜空中再會 拜拜 我下禮拜清楚 因為我吃螺 дог決 頭櫻联盈 我去做一個 私自身 J57 ين ぜassen hmm hasn't 握 自 cidade 你 抵 ян 顱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